穿着无尘防护衣的工程师 正在组装全球最精密机具 很难想象一辆巴士大小的机器 里头装着多达十万个 彼此联动的微型零件 从大数据 汽车制造 到我们拿的每只iPhone 都仰赖它制造晶片 一台EUV光科机就要价2亿美元 是发展先进制程的必需设备 目前全球只有艾斯莫尔独家供应 几乎垄断整个光科机市场 CNBC特别探访艾斯莫尔的荷兰总部 与美国厂房一窥就近 一般而言 晶片是先由细 经过溶解 提炼 制成纯细晶棒 再切片 抛光 变成晶圆 刻上电路图后就是晶片半成品 每片最多能容纳数亿个电晶体 而当光源波长越短 才越有可能在晶圆上 刻出更精细 密度更高的电路 A typical processor chip in an iPhone for example 电晶体最小比人类头发薄几万倍 电晶体最小比人类头发薄几万倍 而EUV及紫外光波长才13.5奈米 相当于五条DNA链并排 跟传统的DUV生紫外光193奈米相比 可说大跃进 光刻机的喷嘴每秒会喷出五万DCD 经过三万瓦的二氧化碳 雷射光轰击后产生EUV光束 再透过一连串净反射 把设计好的电路图转映到晶圆上 这种精准程度等同从月球发出雷射 击重放在地球上的硬币 也因为难度成本之大 当初研发EUV光刻机时 艾斯莫尔一度准备放弃 使半导体大厂台积电 三星英特尔顶力相助 2012年艾斯莫尔出售四分之一股份 给这三家大客户 正所谓鱼帮水水帮鱼 过去十年艾斯莫尔售出 140台EUV光刻机 而且只有五家厂商 美光科技 SK海力士 三星 英特尔跟台积电 买得起 投三大客户 去年就共占艾斯莫尔近84%的业务 在晶片光不应求的状况持续下 各家业者都想取得机台扩产 艾斯莫尔订单满手 股价自2018年来一飞冲天 光刻机独霸地位 更无可撼动 欢迎新闻水利山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机器掌握全球时事根最新驱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